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访谈节目 我是张敏 今天12月5号上午11点 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 举行自由中国18位良心犯特别听证会 现在我们请到这次听证会的参与筹办者 在美国的民间机构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姆时 谢谢 欢迎您 能不能先请傅牧师介绍一下 自由中国18名良心犯 这18名良心犯都是谁 好的 本来是自由中国16名良心犯 我们是30多个国际组织 在今年6月份发起 主要是为了集中精力 为中国的良心犯的自由而呼吁和努力 后来因为中国 中国现在的状况也越来越恶劣 彭明先生也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被中共特工从缅甸被绑架 判处无期徒刑 另外一位是高志胜先生 高志胜先生是被 他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 他是被判三还五 那么在失踪五年之后 再配判有期徒刑三年 现在在新疆复刑 另外一位是前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郭权先生 他也是为了这个中国的实践 中国的结社和言论自由被判重刑 现在重的复刑 这位是大家熟悉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 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 这位是这个藏族的一人是丹宗德勒 也是在狱中服重刑 这位女士叫杨荣丽 那么她是山西临粉地区的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之一 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因为带领教会 这位呢是新疆的家庭教会领袖 阿里木匠伊米提 他因着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带领他的家庭教会 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现在容在复刑 这位是著名的疑义作家杨天水先生 那么也在中国的监狱里被判重刑 容在复刑 这位是浙江杭州的著名疑义人士 他是朱玉福先生 那么他是被在茉莉花革命期间 因为写了一首小诗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这位是法兰功练习者 那么是叫王志文先生 他也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十六年 十六年对不起 是十六年现在容在复刑当中 已经复刑十四年 那么这位呢是洛赃次人 也是一位藏族的疑人士 正在狱中复这个中刑 这是李昌先生 那么他也是法兰功的这个练习者 在北京1999年被抓捕 也是被判重刑 现在呢在送在复刑当中 这位古丽拉一鸣也是维族的一位 一人士 那么他呢 现在在也是这个 因为保护维族的利益 这个人权被判重刑 现在容在复刑当中 这位是陈克贵先生 那么他是陈光崇先生的侄子 也是陈光福先生的儿子 那么他在去年呢 因着这个中共的这个安全人员 因为陈光崇先生从家里逃走 跑到他家里进行打打抢 那么他呢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被迫自卫 那么也是被判 三年零四个月的尤其徒刑 三年零三个月 三年零三个月的尤其徒刑 对不起 正在复刑当中 这位是广州的维权人士 是郭富行先生 他是在今年8月8号 被这个秘密的拘捕 现在呢还没有判刑 但正在这个被关押当中 最后一位是邓朱旺青 是西藏的一位这个作家和这个电影制作人 也是被正在负这个有期徒刑 福西丘牧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自由中国十八位良心犯是一个跨大洋的行动 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次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听证会之前的一些背景和前期的一些统一主题的活动 好的那么就像我刚才介绍的一样 就是我们今年的6月初 因着这个习近平主席跟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加州庄园举行首脑会晤前夕 我们的30多个国际机构呢 就特别发起这个行动 那么这个行动呢 是一个特别是我们叫跨洋的一个人权联盟的行动 那么5月份我跟陈光重先生一起访问欧洲 那么在欧洲议会也特别跟欧洲议会的领导人 还有在英国包括在荷兰这个比利时都会见了他们的这个议会和政府的领导人 那么我们就是达成一个共同的看见 就是说为了促进中国的人权 我们应该是这个跨大洋联合起来 那么所以就确认确定了呢 我们以后会在跨大洋两边呢 集体的行动 所以这一次呢 自由十八良心犯的这个听众会 所以分别呢 在这个礼拜一 其实是12月2号 在这个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总部 也举行欧洲议会的这个人权委员会 特别也为自由十八良心犯 举行特别听众会 那么这个同一天那么也三个对不起 同一天在台湾在台北市 有台湾这个议会也举行了为中国这个十八这个良心犯 举行了特别的听众会 那么四位来自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这个跨党派议员 特别主持了这个听众会 那么今天呢12月5号 在美国国会 特别国际关系委员会 也举行这个同样的听众会 那么在台湾期间呢 我们因着这个签证的缘故 那么台湾政府呢 就是拒绝这个签发 陈光福先生的签证 所以他没有去城 那么其他的人也是因为签证的问题 那么只有王炳章先生的女儿 王天安还有彭铭先生的女儿 这个彭佳音 对彭佳音 还有我本人亲自去了这个参加了这个听众会 那么但是在听众会的时候呢 也播放了就是陈克桂先生的爸爸 就是陈光福的这个录音 这个录像作证 其他的还包括了高志松女儿 广格还有这个其他几位 这个还包括了刘宣斌的女儿 对陈桥 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有没有去 也没有去 也没有去 对他是因为这个 那他今天会到听众会 对他今天会到听众会的现场 去亲自去作证 那您亲自到现场的是台湾的这一次 除了刚才介绍的情况以外 还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吗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们到达的这个当天呢 特别拜会了 其实也是这个应施明德先生的请求呢 我们也是特别去拜会了他 那么施明德先生呢 也是为了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和人权 被这个两次觊遇25年之久 判两次的无期徒刑 那么他呢 见到两个良心犯的女儿 彭佳音和这个王天安呢 就特别的激动 就颜面 就是哭涕 那么他就是自己想到 他第一次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 那么自己的两个女儿甚至在当局的压力下都不能够就是去探访他 那么他特别是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要有盼望 我觉得说另外那个我看到是台湾的朝野 特别是对这一次特别的正视 并且是一个跨党派的议题 那么这个正当大陆的海协会的会长 这个陈德明正在台湾访问 那么所以这听众会呢也特别请了来自台湾海集会 来自陆委会 还有台湾国安局的代表 让他们就是马上咨询 并且呢当场就承诺在12月10号之前 要给这个王天安女士特别答复 就是询问到底是这个王炳章先生 是不是被中共指控的所谓的台湾的间谍 如果他是间谍 那么台湾政府就有责任去拥救他 如果他不是 那就应该向国际社会澄清 就是应该向让中共当局呢 重新进行审理 就是说他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 对 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 是这个欲加之罪 那么您就是看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活动 从欧洲到台湾 那么现在呢又到了美国 对于这次今天的听证会 您参与筹办有什么期待 或您自己会不会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呢 今天的听证会呢是有两个小组 第一个小组呢 这是历史性的 有五个梁仙凡的女儿 那么他们分别是王天安 就是这个王明章博士的女儿 还有彭铭先生的女儿 这个彭佳音 那么还有这个王志文先生的女儿 王晓丹还有高智胜的女儿 龚格还有这个刘弦边的女儿陈桥 对我刚才忘记说了 其实高智胜的女儿 龚格呢也在台湾立法会录像作证了 那因为刚才您讲了这几位良性犯的都是女儿 所以你们这次特别听证会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标题叫做女儿呼吁 对 这个说的你这个是 是这个就是说这几位女儿当然是大部分都是逃亡 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因着家里受逼迫逃亡来到了辗转 来到了美国 那么他们能够就是说现在已经长大了 那么就是希望能够用他们自己亲自的声音来向国际社会呼吁 或者是还我爸爸自由 就是他们就是今天一个听证会的主题 女儿们的呼喊就还我爸爸自由 那么当然第二个小组呢是包括了我本人 包括了这个另外一位华盛顿的这个著名的医生 这个就是Dever女士 他因为今年前去探访这18位良心犯之一 就是朱玉福先生 所以他也特别为朱玉福先生作证 还有一位这个就是藏族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家属 还有这个当然包括陈克贵的爸爸陈光福先生 今天也会作证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位女士呢是曾经在前次 接受我们视频采访的前里根总统的顾问赫尔乌兹先生的太太 他们都是年事已高的人仍然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那么他以70多岁的年龄去到这个朱玉福先生的监狱 将要举行的自由中国18位良心犯特别听证会之前 对参与筹办的美国民间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 傅希秋牧师的专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